公允能,轮轴的介绍 什么是轮轴? 我们只要用两个半径不等的圆轮 固定在同一个轴心上 这时候这类的机械就称为轮轴 那我们把大的称之为轮 小的称之为轴 我们可以看到示意图 从侧面来看大的轮 这是轮的部分 小的称之为轴 那从正面来看 你会看到半径的差异 小轴的半径它是小R 轮的半径称之为大R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大小不同的元素组成的 因此在过程中 因为它固定在同一个轴心上 所以当我们轮转一圈的时候 轴也是转一圈的 但是转一圈所需要的绳长是不同的 因为它的圆周长不一样 所以转一圈的时候 轮的半径比较大 一定是圆周比较长 轴的半径比较小 它所需要的绳子就比较短 所以在过程中 它也是一种杠杆原理的应用 为什么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的轴心就是所谓的支点 那我们施力在轮上或轴上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它也是一个所谓杠杆原理 也就是力取的观念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如果我们今天是施力在轮上的时候 因为轮的半径比较大嘛 轮上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当我的利弊比较长 它一定会比较省力 那如果是施力在轴上的时候 它的半径比较短 这时候它通常是省时 但是费力的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 只要在轮上施力呢 我们就会达到省力费时的效果 费时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的工作是要把轴上的物体 抬高的时候 我需要拉更多的省长 才能够让它上来 那如果在轴上施力的话呢 你就会产生省时费力的结果 因为过程中 你轴上的施力 虽然比较大 但是你所需要拉下的省长比较短 它就可以轻易的让物体抬高 因此 这是轮轴的应用介绍 接下来向各位进一步介绍轮 首先轮与轴是一起转动的同心人 当轮转一圈时 轴也会转硬圈 轮转两圈 轴同样也会跟着转两圈 若我们在轮上施力 比起在轴上施力省力的多 但是施力一大圈之后 物体只会上升一小圈 所以比较费时 像是板手 我们施力在场柄上面 转动小小的螺丝 较省力却费时 或是汽车的方向盘 我们手握的部分是轮转了大半圈之后 才让连结的轴些微转向 生活中常见的喇叭锁也是同样的原理 我们透过轮来带动轴打开门锁 而若我们施力在轴上 虽然较为费力 但是只要作用小距离 就可以让物体上升一大圈 是比较省时的方式 像是家中的吊扇 就是透过转动小小的轴 带动一整圈较大的叶片 而厨房用的蔬菜脱水机 也是用力转动小小的把手 进而使整个往南转动 途中的擀面棍也是同样的原理 推动两侧较小的轴 较省力的方式 带动中间较粗的木杆 其实生活中还有非常多轮轴的应用 邀请你想想看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